兄弟们我花13万8烧了一台丰田皇冠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傻子 但是这台车我要是如果说我卖16万8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黑的 兄弟们4万公里08年商牌丰田皇冠2.5 如果说这台车是旁边这台3.0沙龙的情况下 兄弟们这车我不卖你个30 我都不姓狗 我本来就不姓狗 身为董事弟 抖一二手车领航计划认真车商 兄弟们 必须每天给你们分享干货呀 十多万块钱的预算 如果是你你是会买一台新车驾用 还是买这么一台老咕噜旺的老金肩 买回来玩情怀呢 这种情怀车现在的基本上市面上没有行情 因为它4万公里 如果说我现在给你个15万 让你帮我找这么一台4万公里的 丰田皇冠12代 你可能一时半会还找不找 即使找到了我也不能要 这么一代丰田皇冠 十二代都说经典 它经典在了哪里 它其实它没减配 十三代之后它就减配了 你比如说十二代丰田皇冠 你坐在介绍场里边 你挂一下倒档 再挂一下D档 它没有框框的一个冲击 但是到了十三代开始 它就框框的有冲击了 你如果说同时期的雷克萨斯GS同平台的跟丰田皇冠的雷克萨斯GS 它换挂挡 它是没有冲击的 这点足以证明 十三代之后的丰田皇冠开始减配了 十二代虽然没减配 但是它车里边一股老人味儿吓人们 这玩受不了 嘎臭嘎臭的 所以很多想买十二代丰田皇冠的宝贝 买回来第一件事 它可能是什么 表台拆下来 然后全车拆空 把这里边做一次整备 把胶铲除 然后重新做隔音 各方面又得花不到钱 说白了 这么一台老车十几年车龄 你还花这么大的价钱去玩它 那肯定是一个有钱人 没钱 老情怀 谁能玩得起呀兄弟们 这两年丰田皇冠的行情 已经是踏到底了 两年前的时候兄弟们 随便拿出来一台四万公里的 可能卖二十多万也有人要 但是随着兄弟们 电车新能源的到来 很多人去选择车的时候 它不像以前 那么迷恋 内然急 但是说白了兄弟们 公里数少的这些个老车 它随着世界的变化 它可能会越来越贵 同于这个想法的蓝点购站 但我不说在视频里边 希望你们去玩这种车 这种车只适合少部分 兜里有钱钱的 不差钱的人去玩 毕竟兄弟们 我都没有勇气去入手这么一台 六杠的老皇冠花十几万 如果说我的话 我可能偏向于奔驰一级 我搞一个2726杠呢 平顺性各方面 精密性可能豪华的氛围感 要比这台车给我带来的 要更多一点 还有就是底盘质感 皇冠虽好 但不是所有的皇冠都好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